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深受亲友们的推崇 他的舅舅范宁是当时很有名望的学者 也非常器重王晨 每当有知名的文人到家里拜访 范宁总是让王晨亲自接待他们 有一次王晨去探望舅舅时 正好遇到一位名叫张玄的学者也来拜访范宁 张玄很早就听说王晨的文采过人 一直想透过这次机会认识他 他高兴的想着 王晨果然像大家说的一样有才智 想不到可以在这里遇见他 真是太幸运了 但是张玄认为自己比王晨年长 希望王晨先与自己打招呼 所以只是端坐着等待 没有开口说话 没想到 王晨看见张玄不愿意先说话 也一言不发的作者 于是两人相对而坐了很久 谁都没有先开口说话 张玄对王晨的反应失望极了 只能闷闷不乐地离开 范宁听完这件事情 生气地责备王晨 张玄是一位受到大家尊敬的学者 你怎么不愿意和他聊一聊呢 王晨冷静地回答 舅舅 如果他真心想认识我 可以先开口和我说话 范宁听到这一番话 不但不生气 反而笑着称赞说 你虽然比张玄年轻 态度却可以这么超群脱俗 真是后起之秀啊 后来范宁将这件事告诉了张玄 张玄听完后 哈哈大笑地说 王晨果然与众不同 是值得交际往来的朋友啊 张玄决定再次上门拜访 王晨也热情地款待他 从此以后 两人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故事中 你支持王晨还是张玄的想法呢 两人因为立场不同 所以选择了不同的做法 但是 当我们面对长辈或其他人时 千万不能像王晨这样沉默不语 否则可能会被误会成没有礼貌哦 同学们 看完后起之秀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故事的重点吗 张玄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失望地离开 又是因为什么原因 让他与范城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呢 现在 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故事的元气 张玄想透过拜访范宁的机会 认识王晨 但他认为自己较为年长 应该由王晨先开口说话 过程中 两人见面时都不愿意先主动说话 张玄最后失望离开 故事的结果 王晨认为张玄可以主动和自己说话 得到范宁的认同 张玄也赞赏王晨的想法 让人最后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 后起之秀的故事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地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你支持王晨认为张玄 应该先主动开口说话的想法吗 为什么 如果你是张玄 你会先与王晨说话吗 为什么 同学们 上面两个问题 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 朋友 老师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 后起之秀 是形容后辈中表现突出的优秀人才 主要会用来称赞才能出众的青年 我们一起来看看后起之秀可以怎么使用吧 他在网路上发表许多深或好评的文章 可以说是国内创作人中的后起之秀 看到老师柔美的身段表现 一点都不输给后起之秀 充分显现了宝刀未老的实力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哪些与后起之秀相关的词吧 相似的词有 情出于蓝 后生可畏 相反的词有 一代不如一代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各位同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感谢观看